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在这个视频中 老师同学会 这个盘该来的总会来 我说真的啦 你普丁跟那个 哲伦斯基打不下去是不是 那就看说 哲伦斯基是看美国脸色 那当然啦 你说今天盘中也突然传出 白宫呢 他说了拜登愿意跟普丁来见面 来做个一个会谈 所以你说啦 这个怎么讲 政客再怎么坏 政客再怎么坏 他也改变不了 改变不了产业的趋势 我一直常讲 我说 就算说有疫情 就算说有 对不对 有战争 但是台积电要不要扩产 还是要扩产 是不是 再来呢 你说电动车还会不会继续的生产 会不会加速的态患 会啊 那你只要找到低档的还没有涨到的 你不用每天追来追去 你也不用看指数涨跌在说话 你只要做对的事情还没有涨到的 好的公司低档没有人讲 你不会吃亏的 对不对 你说今天早上的新闻 哇 精彩 对不对 台积电的供应链 我想我也跟各位报告过 我说 这些真的都是委屈啦 精彩啦 创意啦 艾浦等等 这些相关的未来高阶的制程 未来整个一个不管是3D封装啦 3D的IC啦 或者说高阶的IP 对不对 这个像创意嘛 对不对 你说台积电接单好 创意会不会比资源更好 绝对会嘛 资源都涨到天上去 你去追他干嘛 你去追他就是被修理而已啊 你去追他就被修理 你每天害怕的要死 买也买不多 追到了到时候被修理 不停损了 可能套会套很久 因为他已经 对不对 已经长成这样了 我想联电 那时候告诉各位 我说这边你有赚 你就赶快卖一卖吧 全中华民国只有我 在告诉你这边 你有赚就赶快卖一卖 每个还在说联电好联电好 现在呢 跌到这边没人讲 我说其实你真的 产业你要懂得很透彻 不是说只会看EPS 我才讲EPS都是过去的事情 EPS它也可能会出现新的竞争者 而减少 对不对 一家公司最重要是它的竞争的能力 是它未来创新的能力 台积电跟联电差在哪里 除了说股价差以外 员工的精神 技术的能力 这些都是差很多很多的 你说长线来看 你投资台积电是几百倍的利润 你投资联电了不起十几倍而已 而且你以长线来看从上市到现在 对不对 从联电的上市到现在 还是有人会套 你买在这边的联电还是套 还没解套 但是呢你买台积电呢 你还原全职 你买台积电你任何时间里面买都是赚啊 除非说你最近去买688嘛 那你比较贪一点 你比较不听话一点 是不是 但是至少啦你说台积电 我说台积电你要不要过688 也不是我决定的 至少我告诉你600块以下台积电 你闭着眼睛买 就跟去年一样 去年呢8523的时候200多 叫你们大买台积电 300多很多人就开始放弃了 我说还没结束 涨到679呢一堆人去追台积电 结果呢全市场只有我说 你买台积电 679的台积电你不能买 对不对 后来呢跌到500多块 每个就要骂台积电 那我再开始鼓励你 我说679会过 679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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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老师真的过了呢 但是呢我说你来到680几 700块 我说我对台积电就没兴趣 我就不会叫你买台积电 所以你说真的股票哦 要逆着散户啊 除了你要懂产业以外 你还要逆着散户嘛 对不对 一堆老师每次都是在股价高档的时候 权力的买进 大力的喊进 都买在高档 今天 对不对 谁会讲精彩 这阵子谁会讲精彩 这阵子谁会跟你讲洪海集团 谁会讲广语 你说3707呢 还是继续涨 还是比你的长龙强啊 怎么办 还是比你的长龙强 还是比你的阳明强 所以 真的啦 股票 不是只看过去 你看我 几乎都不讲什么强势股 对不对 每个都在讲新唐啊 每个都在说 今天应该是每个都在讲 3675得位 因为得位涨停嘛 对不对 4919呢 哇 开高走低下来嘛 我说这种已经涨上去了 有些已经是北风北 有些已经是北风北 你自己都要小心啦 你真的还是要找那种很 技术能力很好的 未来有数倍的一个成长的 会过前高的 那种股票才是你买的标的 不是找那种 对不对 过去很好 但是呢 筹码很乱 成长性又受限 前高会不会过 蛮难的 那 万一你被套到了 对不对 你可能 就套一辈子了 我只能这样讲 为什么我会这样讲 你看今天的新闻嘛 你看今天的新闻 来 首先啦 最近又有人说一些 lite 一些lite 一些lite的群组又在诈骗 你看 还用我的头像 真的 这个抓不胜抓啦 我们也都去报警 但是也请各位啦 我 除了lite at 你这边lite lite 有没有 at sl1688 这个是我的lite 还有tg 这个是我的 要有at 要有at 那lite 这是我本人亲自回的以外 那我自己的lite 私人的lite 都是给清代会员 没有像他们这样讲 哦 一般人我还开放 我还爆牌给你 没有这回事啦 像这种就是爆牌 然后爆那种 今天涨停的 明天叫你去追 或者明天开高大涨的 叫你去追 追错的是你的事情 追对了他就要跟你收钱 甚至呢 他会叫你去投资什么港股啦 美股啦 卫上市啦 期货等等的 你自己都要小心 整个股票市场太多的坏人 对不对 太多的坏人 不要钱的最贵 昨天有一个同学 来用lite问我 老师这是不是你的 我说真的不是我的 你如果看到这种的 会爆牌的 会干嘛的 拍谁啦 我没有那闲工夫啦 你说你参加我的lite 你参加我的lite 有时候你来问问题 对不对 如果说我开放持股诊断 你来问股票OK的 我会回你 对不对 那 甚至你打电话到我们公司 最好是打电话到我们公司啦 0800370888这个专线 那都是我们的 但是这些什么lite啊 这些免费的lite 这些就不是了 你自己真的要小心一点 太多了 其他老师也都有 你自己都要小心 你这个都不安好心啦 不要钱的最贵啦 了解我的意思吗 他到时候就骗你嘛 叫你去乱追股票嘛 对不对 追对了就是他的啊 他就可以跟你收钱了 追对了他就叫你 欸 缴钱给他啦 追错了你怎么办 他再换个群组就好了 那这种警察也很难抓 我说实在话 警察也很难抓 那也有人被抓到啦 那我觉得 我也在这边奉劝啦 你经营这种 非法的投顾的 你自己也要小心一点 那个抓到是法很重 就像说我们 对不对 一定是警管会会管我们嘛 我们在台面上 对不对 有名有姓有公司 那做任何事 我们都会有记录 那警管会也要被查 对不对 今晚会也有规范 那就是要实实在在 要实实在在 那当然 可能啦 两个会谈 当然 应该会慢慢的就好起来啦 反正他目的也达到了嘛 普丁现在灰头土脸嘛 那我们还是就回归产业面嘛 你说产业面 你说实在啦 对不对 你说像今天这个新闻 今天这个新闻 这个新闻 这新闻就蛮有趣的啦 对不对 美国去年一直说 台积电你来喔 来喔 我给补助你喔 对不对 台积电真的就 没办法 不去也不行啊 你美国那么阿霸 对不对 台积电去了 本来说 今年要明年 今年要开始装机了嘛 要开始装机了 但是呢 Intel出来搅局 Intel出来搅局 所以呢 现在呢 台积电也怕美国食言 怕美国食言而肥 那当然你说在美国 那当然一定是亏钱的啦 美国的人力的成本 水电的成本 建筑的成本 就像说你 如果懂半导体厂 你如果懂一些消防法规的话 在美国你要盖个半导体厂 它有那个消防法规的规范 叫NFPA 叫NFPA 那个是很严格的 光是消防都很严格 何况水电 对不对 人力的成本 所以为什么我说 你宁愿选台积电 也不要选联电 因为联电 不能跟Intel比 对不对 不要说跟台积电比 你Intel都比不上 三星都比不上 那Intel三星也是要扩厂 甚至中国大陆的中心 对不对 人家也是要在扩厂 那这些东西他们一扩厂之后 你联电的优势 慢慢就会被消 被消 怎么样 就会被消磨殆尽 所以为什么最近那什么大小磨 一个半白脸 一个半黑脸 一个说不好 一个说好 反正无所谓啦 对不对 大磨说不好 小磨说好 随便他们怎么搞 但是就是告诉你说 其实现在成熟自成 现在成熟自成 现在成熟自成 其实就是 也慢慢的有点杂音出来 就有点杂音的时候 就是 你一定就是 不能乱买股票 为什么我说七十块的联电 你能卖就赶快卖一卖 对不对 我想我想的都比别人早 好几个月 这就是做股票 这就是有经验的分析师 专业的分析师 那为什么我要告诉你太深 我要告诉你精彩这些还在低档 因为他们还有不可取代性 他们是未来的主流 那股价正好都在低档 你随便减你都是赚 对不对 你随便减你都是赚 就像说你说电动车 讲难听一点 这个对不对 你说今年可望突破千万辆 很可怕 今年可望提前突破千万辆 那这个一定是高速的成长 不管说什么俄乌的战争 油价的上涨 那个只是短线的影响 其实全世界的车厂 都往这边在走 对不对 那一台车要用的电子零件多多 我想你很清楚 一个手机那么小 对不对 才能用多少个电子零件 一点点而已 PCB能用多多 被动元件能用多多 记忆体能用多多 对不对 但是你一台车 这么大台 有一个同事他讲话都很有趣 这么大台 一台车这么大台 PCB要用多少啊 低润要用多少啊 被动元件要用多少啊 对不对 所以这是很大的一个蓝涵 而且这些都是确定的事情 你应该是往这边去走 对不对 这是确定的 而且是高成长的东西 趁股价还在低档的时候 你赶快来减 不要等到说 每个人都有电动车的时候 哇 你又太晚了 你买股票又买太晚了 你又赚不到钱 甚至呢可能又套在高档 我讲的这样子有没有道理 所以为什么说 汉磊 我一百七叫你不要买 但是来到一百块 我说你可以 这边呢会反弹 然后呢两个礼拜前我告诉你 我掌握到特定的筹码 对不对 汉磊会不错 有没有 这两个礼拜你看汉磊多强 大盘涨跌不关他的事情 为什么 电动车的快充啊 碳化性啊 对不对 电动车最重要就是充电的时间 对不对 电池的容量 这个只要你搞定了 电动车 那个销售的一个怎么讲 歇头就有了 销售的诱因就有了 所以你真的就是要往这些来走 你要想的比别人更早 那再来呢更有趣的 更有趣的这个东西 这个品牌我也是第一天看到的 今天的新闻 这叫Vinfest 电动车呢 将打入的欧美的市场 2021年上半年呢 将开始接览 这个好像应该写错了 应该是今年吧 这家什么公司 这个是新的电动车厂 这家是哪一个国家 这家是越南 这家是越南啊 人家越南对不对 越南也在做电动车啦 不只是我跟你讲 不只是台湾的啦 越南也在做的 所以为什么我要告诉你说 这是个趋势 而且它现在 已经慢慢成熟了 要甜蜜的一个主身段 要开始 对不对 这边你说像鸿海集团 做也是一样嘛 它已经布局了 那么多年了 开始要交车 开始要订车了 对不对 开始可能要大爆发了 这个绝对是主身段的 你要把握啊 你现在不把握 你什么时候要把握 你要等到鸿海涨到150 160 你要等广雨再涨到七八十块 你再来买 那我只能给你拍拍手 我只能给你 喔喔喔喔喔 感谢你啊 对不对 我只能感谢你啊 感谢你又来追高 又来抬轎 所以股票是这样啦 眼睛看远一点 头脑想远一点 不是只是看过去 啊老师啊 阳明赚多少钱 EPS多高啊 你都不知道 殖利率多好啊 你再继续这样下去 那你原地的自封 我也没办法救你 我真的我也没办法救你 你就看着我们的电动车 我们的高阶的半导体制成的概念股 一路一路的上去 而到后来可能会长到你不敢相信 因为这是高成长的趋势嘛 连越南都要坐电动车了嘛 那你还有什么话说 对不对 连越南都要坐电动车 所以真的啦 很多东西我会跟你讲很前面 伏特啦等等 但是就是要你知道 你要把握的是什么东西 趁他们现在还没有大涨嘛 就像说 对不对 汉磊第二 他还没有大涨 今天小涨 今天有涨小涨 但是我说 目标这边啊 这边到这边 至少也七八成 对不对 你的阳明就可以解套啦 甚至还可以反败为胜 对不对 你的长龙也是一样啊 你的万海也是一样啊 如果你不想做生计股合一的 对不对 你就来换这个嘛 我讲的很白啦 那机会是在这边 就看你了 对不对 我想这个盘不用我多说嘛 低档的才是王道 低档的才是王道 对不对 你说汉磊涨多少了 涨多少了 最近涨多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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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说喔 对不对 股票在低档的时候 没有人讲 但是其实 真的啦 是你很好的机会啦 对不对 低档的时候没有人讲嘛 对不对 股票在低档没有人讲 拉了一根 开始有人注意了 拉了第二根呢 开始有人就要追了 是不是 但是你只要说真的啦 你只要知道产业 你不会吃亏啦 你懂得越多 你不会吃亏啦 对不对 你看 他有没有这样 喔喔喔喔喔 慢慢边拉边上去 好有趣喔 我说他是七十块的中砂 你现在去买中砂干嘛 对不对 你的老师都买一百多块的啊 你的老师都是买一百多块的 那有什么好表演的 我讲得很白 你买一百多块中砂有什么厉害的 对不对 我们七十块买 我八十块公开 我也不想说什么了 对不对 那我说现在呢 这个就七十块的中砂 现在很多的业绩还没有灌进来 等他灌进来了 飞上去了 Sayonara 你又少赚了 你又错失一档 底部起涨的股票 所以我的观念很简单啦 你涨到高的 每个人在讲的在追的 我没兴趣 你喜欢追的你去追 你自己设好停损 你停损了 你要去追也不要来问我 因为 那是你自己爱追嘛 对不对 但是如果说你也认同我的操作 我们都买低档的 我们都买低档的 我欢迎你来找我 我欢迎你来找我 因为低档 有倍数的成长 好的公司 才是你赚钱的王道 才是你赚钱的王道 我希望你听得懂 我希望你能够做最好的决定 好不好 那五更名呢 你手中有航运股的 你想要做换股的动作 欢迎你加入我的行列 我带你布局 这个旱垒第二 还在第二 今天只小涨一点 但是 本益比也不到十倍了 也是电动车的概念股 那 未来的爆发力也很强 好不好 好好的把握也祝各位超顺利 明天再会拜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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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